有一天 是要成功 拿到金台 奶奶早安 奶奶小心 奶奶 奶奶 吃麵包 等一下 要先塗奶油 奶奶喜歡吃有塗奶油的麵包 等一下 塗奶油之前要先烤過 奶奶最喜歡吃剛烤好的 我去看看 來 早 早 早 大姐我來了 阿寶來了 今天十五號啊 還沒有動 好好好 來一塊吃一點 我去準備餐具 不用了我吃過了 你客氣什麼那麼多呢 小妹妹啊 你把旁邊那張椅子拉開 給叔叔做啊 奶奶 你怎麼不叫我喜妞了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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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用大姐的名字 掛了下午三點的門擠 別忘了 待會兒我先去一趟竹北 下午三點以前我會看到醫院 好 你干嘛坐在这里发呆啊 姐 奶奶是不是不喜欢我 你干嘛这样问 要不然问为什么他生病 这一个忘记了结束 那只是奶奶一时糊涂而已 不是 他连宝座都记得 可是却不记得我 他一定是心里没有我 其实 昨天奶奶她也差点忘了我 真的吗 姐 要是有一天 奶奶她真的忘记我们怎么办 不管奶奶记不记得我们 我们要记得要好好孝顺她 你 你母亲的病例在这里已经快两年了 是不是 现在你母亲的病例在这里 Fe 但他總是說兒女太忙了 這杯牛奶 我等了半年了 失智症有幾種類型 你母親的情況是屬於阿滋海墨型 一般會有大腦退化的現象 先把點心收了 麻煩你洗澡 再煮麵給你吃 是 花花呢 你先扶奶奶回房休息吧 好 奶奶 我們先回房間休息 大姐千零零萬主婦叫我不要說 所以這一年半來 我都一直很注意她的狀況 她真的很驚喜 我以為 我以為她已經控制住了 有沒有事都應該讓我知道 我是媽唯一的兒子 從爸走了以後 就是我跟媽相依為命 連她生命我都不知道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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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醫生怎麼說 媽 她剛剛說要睡一下 怎麼樣 醫生怎麼說 醫生說媽的確是阿滋海莫症 我們要注意她的生活齊聚 還要陪她一塊做運動嗎 這是醫生給的資料 醫院還有醫工支援團體 他們都有開課 家屬可以去上課 更了解怎麼樣照顧家裡的帳杯 我可以去上課 我也可以跟這些醫工團體聯絡 總之我一定會把媽照顧好的 不 我要退出 退出什麼 退出竹北的餐廳